为了协助民众就业或转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平彭东分署台东就业中心 来到了台东南回地区的泰玛里乡联合举办现场征才活动 而共有20家征才业者并释出上百个工作职缺 希望让现场求职的民众都可以顺利找到工作机会 求职者一对一直接跟厂商进行面试 相互了解各方的需求 为了协助民众就业或转职 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来到泰玛里乡举办现场联合征才活动 现场有20家厂商提供上百个工作职缺 我三个还没有收拾啊 他们都决定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有找到好工作就好 开始就认真那些有服务业的啊 还有畅业的啊 然后我是认为说就用这个方式满来可以了 台东远乡地区就业机会难寻 透过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 结合有真才需求的厂商业者在现场真才面试 圆明慧就业服务专员也在现场协助族人媒合 并借此提升原住民的就业率 透过我们台东劳动部台东就业服务中心来参加 我们在泰玛里拿回县泰玛里乡的现场真才 那很高兴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在座有十几个厂商在这里做现场真才 有符合自己的工作的话 能够给自己一个工作的职场机会 也降低我们自己的族人的失业率 其实现在服务业非常的需要许多的租人 来投入就业市场 比如说像房屋环境清洁的工作 还有水电跟一些公务的 比如说一些设备的修缮 都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台东地区暑假期间旅游旺季 许多饭店餐饮业释出职缺 让待业级有易转职的民众 把握求职的机会 现场也提供工作兴趣 职业训练课程咨询等加值服务 希望让求职的民众 找到符合需求的工作机会 这总结 太麻里想不到 太麻里想不到